今年很多小朋友不能够像往年一样走进剧场剧院 欣赏专门为儿童节准备的精彩演出 但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少儿频道 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七家文艺院团 将于今天晚上推出欢庆六一线上加年华 以演出加直播的新模式 让孩子们通过互联网度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爱心汇聚 云中送福 欢庆六一线上加年华 将直播互动与戏剧演出等内容相结合 在直播过程中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等七家艺术院团的 精彩儿童剧目片段进行集中展播 其中既有老舍先生的经典儿童剧宝传 也有根据敦煌壁画创作而成的九色鹿 以及劳山道士 我们是秦勇 哪吒闹海等 让观众既能一睹经典剧目的魅力 也能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 本次加年华在展示戏剧片段的同时 还将连线各地儿童剧演员 介绍当地景点 美食等 让小朋友们在不同地域的文旅展示中 进行一场线上旅游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多角度 多平台 多渠道的展示 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儿童戏剧之美 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儿童剧演出上 能够把互联网加演绎作为儿童剧 将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来更好地促进儿童剧的传播和普及 在线上直播演出的同时 七家文艺院团还一共准备了 七千张爱心公益票 免费赠送给医务工作者子女 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 以及参加线上嘉年华活动的观众们 这七千张的公益票 可以在各地院团复演的一年之内 凭我们的爱心公益票 去兑换当地的公益票 爱心汇聚云中送福 欢庆六一线上嘉年华 将于今晚七点半起 在央视频 央视少儿等网络平台 同步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